基本上你们可以参考 我们云端上面的这个说明 基本上就是 大概这些步骤 我刚刚整理一下 更新的资料步骤大概会有这六项 也许你录制聚集的时候 你就大概特别注意一下这六项 如果说你假设你不想录制 也许你已经录好一次 不用再录第二次了 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Ctrl C 然后直接拿到你的这边 产生一个按钮之前 先把这个资料这个贴上去 贴上对不对 那你只要更新哪个部分 因为这个网址是我的网址 所以特别注意将来 Google那个网址发布出来的 最大的不一样就这里 从HTTPS一直到那个后面 双引号的前面 所以呢你可以怎么样 去更新这一串 那更新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从那个 我们刚刚这边 这个地方 档案里面有个什么 发布到网路 那这边的话呢 选择问这个工作表 成网页把它发布 发布之后的话 你其实基本上 就会产生一个新 就是那个网址 新的那个网址 再把它贴到 刚刚的那个地方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那另外我是建议的 资料可能 也许传上去2000多笔 有时候更新比较久 所以我刚刚就把一些资料 给删掉 删掉之后的话呢 会稍微快一点点 OK那另外的话呢 这边有几个 比较重要的不一样 就是这里 内容更新 有没有 有没有 内容变更时 自动重新发布 也就是说预设是打勾的 除非说你不要 不要重新发布 不然一般的话 只要云端上面 资料有变更 那将来 它按下更新资料 你云端上资料 有变更 它下来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OK 包含就是说 你删除 资料 或者是新增资料 都会 然后其他还有 就是说这个地方 有所谓的那个CSV 如果你将来要开放资料 像政府机关有开放资料 让使用者 随时可以在云端上抓资料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变成CSV 或者是PDF 比如说你常常想说 那我要输出给使用者 可是我又不要让它 去复制的话 那你可以让它怎么 变成一个PDF档 那至于那个什么 点CSV 这个我就 TSV这个我很少用到 我觉得应该跟CSV很像 差别只是说 它的分格符号 一个是逗点 逗点 就是一个逗点 这个TSV也许就是 不是逗点 是一个Table 一个Table 那有什么差别呢 反正下载下来 其实你把它转 转换到Excel 应该都没有问题 OK 那做完之后的话 你就把那个网址给更新了 那更新完之后呢 你再到这边加上一个按钮 加按钮应该会 这边点一下 然后把这个按钮 把它加上去 那名称的话 就更新资料 不过特别注意 就是那个按钮 因为呢 我们会做新增 然后也会 会去删除 所以记得 它那个储存格的 这个 就是说这个 这个格式按右键 控制项的格式 注意要把它改成 大小位置 不随租存格改变 不然的话 你要是忽略的 这个动作呢 将来你做完之后 你的按钮就变成一条线 或者甚至就不见了 不知道跑哪里去 因为它那边动来动去 删掉之后 就会让你的按钮也跟着变了 最后做完 你可以试试看按下去 它就会从web去做 那个更新资料的动作了 OK 那大概 只是说因为 更新的时间比较久一些些 所以它按下去 它要等个一下下 就类似像这样子 OK 等一下下 然后资料就下来了 大概是这样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说 如果你希望怎么样 希望就是说最好 干脆你不要说 让使用者按这个按钮 假如说干脆这样 当它这个工作簿 被打开的时候 干脆就同步更新算了 也就是只要它上班 它打开的时候 它就自动更新了 那不是最好吗 只要开档 有没有 只要打开档案 就去做更新 那这样不就更好了 应该懂那意思吧 开档嘛 OK 那怎么 那那个程式要写在哪里呢 其实就写在 一样visual basic 当档案打开的时候 那当档案打开 特别注意就是 list workbook 就是这个工作簿 被打开的时候 特别注意哦 因为我讲过啦 因为VBA 它是一个事件驱动的 一种程式的撰写模式 所以呢 如果我们将来呢 当工作簿 所以你要去找到工作簿物件 它一定是放在 我们的专案下方 会有个list workbook 这个指的是 这个工作簿 就是ecell档 被怎么样呢 被 预设是一般 如果 点进来 假如说你希望工作簿 被 打开 这个事件 发生的时候 那做什么呢 就是 去 更新资料的话 那很简单的 你就直接怎么样 call 因为我们有写了一个 那个更新资料嘛 所以你就call 然后就更新资料 那 当我这个工作簿 被打开的时候 它就会去更新了 那也就是说 同时 它会同步了 OK 那这样我觉得 好像会更合理一些些 因为以后 反正user端的东西 就一定是最新的 其实这个可以用在 什么地方上面呢 比如说你有一些 库存的查询 有时候库存 有时候你 它一定要同步 你如果不同步的话 那可能 到底 那个数量 就会不对 那怎么办 你就是 当它 开启的时候 那就同步 把它更新一下 OK 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那这个资料是我们自己建立的 那待会的话 也许我们就再来继续看那个下一个 下一个单元就是 如何从那个网路下载资料 那从网路下载资料这件事情 我发现需求当然越来越大 不只是股市 也不只是说一般金融方面的外汇 什么一堆 甚至 只要网路上面 而且现在 政府机关的开放资料 速度越来越快 举凡所有的交通 娱乐 运输 等等的 你想要查的 其实网路上都可以查得到 那假如说你今天有个需求 你希望可以同步的到Excel里面的话 那这样子该怎么 比如说我们以那个股市 那个当日行情表 这个 刚刚Yahoo上面有 34类的股市资料 那也许你经常每天都会去 抓那些资料的话 那可是你每次都要到网路上 捞资料 再放到你的Excel 其实可能花很多时间 有没有什么方式 按个按钮 它就自动全部抓下来了 那这样会最好 另外 其实我们像下午的课程 我有延伸性的 比如说那个Yahoo股市 把它变成一个APP 手机的APP 然后呢 当然你的手机APP一打开 股市资料也全部都在手机里面 那像上个礼拜教的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礼拜 Excel VBA是 教跟下午是有同步的东西 是一样的 那下午像上个礼拜我讲过 我先的demo给他们看 我说这个东西本来在Excel里面 可不可以变到手机里面 是可以的啊 因为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随时带着你的电脑 出门也带着吧 那你如果要Excel 顶多可能要带个notebook吧 至于你要把它放在手机里面 可能要把Excel放在手 可是目前Excel的那个版本 感觉还没那么好用 另外就是说那个大小 因为你如果说Excel 整个放在手机里面 那个画面 比例会太小 那你又要再把拉来拉去放大 放大缩小 我觉得还是不太合理 所以最好是可以改成 像手机APP的那个画面 不过那个难度会比这个高很多啦 OK 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试试看就是 刚刚有一个翻例的话 你可以用Excel